如果我们不上孩子的话 就可以把这笔钱都存下来 用作将来养老 大家好 有些年轻人结婚以后 选择做丁克 这个话题 我之前访谈过一些中老年朋友 今天我去问一下年轻人 听听他们怎么说 梅雨你好 您对这个年轻人婚后 选择做丁克怎么看呢 我自己就是丁克呀 那您能留下您的想法吗 可以呀 我是从初中开始 就决定要做丁克 那时候我就不太喜欢孩子 然后之前谈恋爱 也是觉得丁克的想法比较强烈 然后跟我老公结婚之后 我天天给他洗脑 说让他做丁克 他还是很尊重我的想法 觉得做丁克也可以 初中的时候就有做丁克的想法 那个时候还挺小呀 十多岁呀 对 但是因为我初中的时候 很想学美术 学钢琴这种东西 然后暂定条件也不好 然后就什么都学不了 那个时候我就很羡慕别人家的孩子 我就觉得如果自己的经济条件达不到的话 就是还是不要生孩子 您是兄弟姐妹几个呢 我有三个 我是老大 我还有个弟弟 还有个妹妹 就你老公目前和你一样 也决定做丁克了 对 他比较尊重我的意见 你之后也不会改变自己想法吗 应该不会 那你双方的父母呢 我不太考虑父母的想法吧 因为我在上海也八年时间了 我每年只回去一趟 父母的想法对我来说也不是很重要 你双方的父母知道你们这样一个决定的时候 有没有劝你们呢 有 是不是劝的挺厉害的 是挺厉害的 他们就说年龄大了没人养啊 说养儿防老呀 会把他们的想法一些观念会劝我 您对这个养儿防老认同吗 不认同 因为现在年轻人呢 压力也比较大 就是可能在自己六七十的时候 儿女也才刚结婚 或者说刚生孩子 他可能也需要你帮他买房买车 或者说帮他照顾孩子 还要带孙子 可能他对你的养老问题 帮助也不是很大 我觉得 那你和你老公对未来的生活怎么规划呢 比如说你们六十岁以后有想过吗 我们就打算多存钱 因为孩子其实花很大一笔钱 如果我们不上孩子的话 就可以把这笔钱都存下来 用作将来养老 你这样的想法在你的朋友圈里面 是少的吧 是多的 可能是因为我是丁克这种想法 所以我跟是丁克的这种思想的人 能玩到一起去 我身边目前来说两个玩的好的闺蜜 都是丁克 你们都是二十多岁的年轻人 对 怎么有这么坚定的想法呢 可能我跟我这几个朋友 共同的 共同的特点就是第一都是从农村出来的 第二就是家里经济条件都一般 第三就是从农村在上海生活很多年 然后就会有这种想法 就是这是我们这些人的共同点 是经济方面的考虑比较多吗 对 还有一些就是童年 童年受到的一些没有太多爱 没有太多关注 就您怕您以后有了小孩 您的小孩也像您一样 对 找不到这么多经济方面的帮助关爱 是吧 对 如果我有小孩 就是他比如说他有钢琴天赋 就是他对于音乐就是有天赋 如果我要是负担不起钢琴的费用 以及给他上钢琴课的费用 我会很自责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我是做互联网行业 之前是做软件开发的 就是个女程序员 现在是做软件测试的 目前失业了 你们已经在上海定居了是吧 目前还没有在上海买房 在上海是租房的 在老家买了房子 你们目前是新上海人 对 拿到了上海户口